第12篇第2節 就是緊隨著第1節 而繼續發展下去 因為在第1節講到那些虔誠人 忠信人都沒有了的時候 第2節就帶來那個結果 就是怎樣呢 人人向淪舍說謊 他們說話 是嘴唇 誘惑 深口不一 這個就是 那個結果 就是一個 謊言的世界 我們 看回這個 原文那裏 在這裏大家特別注意 這個字 這個字是什麼呢 他們說話 這個字 重複 出現了兩次 這裏也是 你認一下這個 寫法完全一樣 就是指到 他們說話 這個也是他們說話 第一個說的就是 這個字 可以 解造 就是 說謊言 謊言 但是這個字呢 也可以含有一種的意思就是 就是 虛浮的東西 完全沒有內容的東西 那就是 說了等於沒有說 而這個字呢 就是 每個人 不是只是一個人 是每個人 都向他的輪舍 就是向其他人 如果你簡單說就是 說出這些 空洞 虛荒的說話 而後面這兩個就是 油嘴滑舌 就是 說得很好聽 但是後面這裏呢 這個就是指到 雙倍 兩個 兩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心 所以呢 他們說話 除了講那些 就是講謊話 講些謊言 沒有意義的東西呢 主要就是他的心 他的心呢 就是 兩個心的 就是說 他 講一件事 心 是想另一件事 所以呢 在中文呢 就翻譯做 深厚不一 但是呢 我們就看 就是這些這樣的境況 在 現今的世界 就是不容易找到 可以講真話的 所以我們呢 看到在詩篇這裏呢 大衛他講 就是當那些 虔誠的人 忠信 誠信的人沒有了的時候 這個是很自然的 一個的結果 所以我們自己呢 都要 警醒 我們自己呢 說話 我們都要 有一個的 誠信 不要說一些虛假的東西 我們也都不要 深厚不一 七天父我們都需要倚靠仰望你 特別當我們看到 敬權 忠信的人沒有了的時候 社會上面 人 就講一些 虛假虛方的說話 也都是 深厚不一 求主你保守我們的舌頭 榮耀你的名 祈禱 保養主評及 阿門 感谢观看